若问人生中最长情的缘分是什么,乃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姻缘,血浓与水是人们对亲情的普遍认知,但也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是,不幸的家庭有各种各样的不幸,有些人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不好,可能就是父母与孩子的缘分不够,或者是缘分进来,那么和父母缘分进来的预兆是什么呢? 传承国学经典,点亮文化新灯,欢迎订阅国学新旅,频繁吵架无休止,俗话说,良言一句三冬暖,恶语伤人六月寒,做人不要以为关系亲近,就没有界限感,没有分寸感,掌握不好说话的尺度,说话咄咄逼人,直刺人心,最让人感到寒心, 曾国藩告诉我们,家庭之中不可说厉害话,不可说伤人心的话,越是对自己最亲近的人,越是要照顾到对方的感受,不要把好言好语都给了外人,把脏水苦水都泼到了自己人头上,父母不要总是说打击孩子的话,否定孩子的话,刀子嘴的伤害,其实比棍棒更厉害,小孩子也是有自尊心的,过分的指责,命令, 非常打击孩子的积极性和创造力,换一种语气或者方式,家庭关系会更和谐一点,为人父母,总是要把最好的留给孩子,与其留给他钱财,不如留给他教养,有温度的教养,就是从好好说话开始, 虽然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免的经,但是生气,吵架是在所难免的事情,只要家人最终能够和好,互相理解就好,如果每天的生活都是鸡飞狗跳,谁也不理解谁的话,这样的日子就无法坚持下去了,无休止的争吵,伤害的不仅是彼此之间的感情,也会让自己的脾气变得敏感,易怒,暴躁, 从而影响整个人的磁场,什么事情都做得不顺,一家人心在一处,劲往一处时,日子才能过得蒸蒸日上,亲人之间相互算计,一个人越算计越痛苦,你算计了别人,是欺负人,是谋取了,别人的利益是自私自利的表现,亲人之间血浓于水,情大于理,算计谁,也别算计自己的亲人, 父母总把最好的给孩子,算计父母,最伤他们的心,兄弟姐妹一起长大,算计兄子,最破坏家庭的气,孩子是身上掉下的肉,算计孩子,最为人所不齿,对待亲人,少些算计,多些糊涂,就能家和万事兴,明朝作家冯梦龙,写过一个叫《腾大银鬼断家私》的故事,明朝永乐年间,在湘河县, 有一个叫尼善计的男人,在母亲过世之后,常常对父亲说,您老年纪大了,应该让我来管家了,父亲不依他,还娶回一个后妈,接着,善计有了一个比他小二十多岁的弟弟,善计看着父亲所做的一切,怀恨在心,等父亲过世之后,他把家里的房子和土地全部占有了, 后妈和弟弟被赶到一间破旧的杂房里居住,古人已失去多年,但是古人留下的贪心却一直都在,我们的身边总有一些要独占家财的人,他们住在新房子里, 却把父母赶到老屋里,拿着父母的钱财,还嫌弃太少了,一块菜地,一秋水田都不会放过,为了家庭财产,宁愿打官司,也不会让一步,事实上,打官司的钱都可以买一大块地皮了,可惜贪心的人,不会这样去算账, 算计越多,失去越多,算计了爱情,爱人也会寒心,离开你,算计了父母,父母也会和你断绝关系,为了安度晚年,算计了朋友,朋友会恨你,老死不相往来,算计了钱财,结果你变成了小气的人,并不能一本万利,草枯了,还会发芽,花谢了,还能盛开,而人的生命,只有一次,没有来年, 永远长年,活着,就要珍惜眼前,身边的爱人和亲友,才是你一生中的财富,别对爱人太挑剔,那是你一生的伴,别对亲友太算计,那是你一生的缘,不懂付出,只索取,家庭走下坡路,征兆之一就是,家人很懒惰,哪怕有一个家人懒惰,也会拖累一整个家庭,就像,活着里面的福贵,家里是地主, 有几百亩地,福贵更是家里的阔少爷,但是呢,福贵好赌,最后赔光了家产,还把老父亲气死了,家人懒惰,是摧毁家庭的第一道坎, 而懒惰的人,常常投机取巧,又很容易沾染上恶习,一旦有某些恶意,那就是家庭的第二道坎,家庭过得好不好,从来都不是靠一个人的努力, 如果只有一个人努力,就算他很优秀,也会被不上进的家人拖后腿,只有一家人共同努力,有好的心态,保持学习的习惯,这样好的家庭氛围,才能让家庭走上坡路, 曾国藩说,家情则兴,人情则减,永不贫贱,可怜天下父母心,世上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,但是一味溺爱,只能养出败家子。 教育也要有方式方法,欲不拙,不成器,懂得让孩子吃苦,才是孩子一生的福气。 俗话说得得好,亲能捕捉是良迅,一份辛苦一份财,不论是修身自律,还是齐家治国, 亲自都是不二法门,现在很多孩子四体不勤,五谷不分,父母为孩子包办一切,孩子懒惰至极, 甚至有的人结婚之后,还往家带脏衣服,让父母帮他洗,这样的孩子,只能成为啃老族。 曾国藩把秦子看作新加利业的根本,增加有八字家训,猪,书,鱼,书,早,扫,烤,保,养猪,种菜,喂鱼,读书。 这是居家知识,七早,打扫,祭祀,牧林,这是至家知道,要想身体力行地做到这八个字,就必须勤劳地从事读书,生产,一份耕耘,才有一份收获。 曾国藩本人,也曾在给次子曾继红的家信中写道, 耳年尚幼,妾不可贪爱奢华,不可习惯懒惰,无论大家小家,是农工商,勤苦简约,未有不兴, 娇奢倦怠,未有不败,保持勤劳,才是一个人立身的根本,也是一个家族兴盛的秘诀。 另外,古人说,养儿防老,鸡骨防鸡,在传统的思维里,只要有了儿女。 老人就不担心,没有人管了,另外,有了钱和房子,就有了养老的底气。 现实告诉我们,人与人走得太近了,就是一场灾难,即便是父母和儿女相处,也难以避免。 俗话说,老小老小,老人年纪大了,就像小孩一样,需要被人照顾,也不太讲道理了。 可是,儿女正是中年时期,生活的苦,让他们喘不过气来,也没有那么多心思,去琢磨父母需要什么。 当父母能够生活自理的时候,就开始依赖儿女养老,会令人讨嫌,也会激发家庭矛盾。 周一里有这样两句挂词,六三,服矣。 真凶,六四,滇矣,即,意思是说,违背了遗养之道,就是凶险的。 靠自己解决生计问题,是极力的。 一个人,最好从中年开始,就谋划养老的问题,别等走不动了,或者身无分文了,才眼巴巴的指望儿女们怎么办? 身体有样而不理。 虽说父母年迈,子女成欢西夏,但在现实生活中,却有不少子女在父母身体有样时,不闻不问,甚至是冷漠对待。 父母在,父母在,人生上有来处,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。 父母身体有样,是子女孝敬父母的最好时机。 子女在父母身体有样时,应该尽心尽力地照顾父母,应该给予父母无微不至的关爱。 历史上有这样一段关于曾国藩守孝的故事,曾国藩打仗时,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,看完家信,他面色惨白,无心打仗,安置好军中大小事务,给皇上写了一封信,他便与弟弟一起回家守孝了。 守孝五个月之后,曾国藩想为父亲守孝三年,但是皇帝不愿意。 因为国家危难,岂能无将,曾国藩只好代孝出征,带领乡军打仗,最后一举打败太平军。 曾广闲文上说,压有繁补之意。 养有贵辱之恩,马无欺母之心。 父母养育了子女,作为子女,首先要学会的便是感恩,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。 孟子上说,孝子之志,莫大呼尊亲,意思是说,孝子行孝的极限,没有超过尊奉双亲的,孝是做人之本,是人最基本的德行。 倘若一个人对父母都不爱,那么怎么还能指望他爱别人呢? 孤语云,百善孝为先,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在国人的观念里,任何道德缺陷都可以追溯到孝心,懂得孝道的人,懂得知恩图报,不论做什么事情。 都会有贵人相助,都可以行大运,得大福。 真正行孝之人,通常财富也极多,厚得载物,所以,从一个人对待孝的方面,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品性,以及他将来是否能成功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